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 腾山压着孔元和严学武去往交换地点 途中 腾山偷偷给后面的部队留下记号 孔方将瓦格纳送回房中 并重新混进工人堆中 孔元和严学武到达指定地点 在日军的包抄下 孔元三人纷纷跳入湖中 早在湖中潜伏好的拱大河 用做好的吸管帮助他们在水下呼吸 日军派擅长水性的中岛跳下去查看 中岛下水后被拱大河拖住后腿 最终中岛逆水而亡 像海音的名字横尾阔之旗精通日语 得语后很感兴趣 让信方留下为其翻译 却把孙国亮关押起来 孔方决定要利用定向爆破 制造地震假象以迷惑敌人 小张的父亲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惜已经牺牲 而是从父亲的小张 在孔方和大家的信任下结果重担 另外他的习惯解决 有一些现象 可能是长时间保持一个寄信造成的 我怀疑他昨天晚上是 被关在一个非常窄小的空间地 他醒了之后 会不会还有记忆 江中 这无法保重 马上让他恢复 你和翻译 就守在他的床前 待他醒了之后 马上带我去见他 是 将军 八路军的那个连长跑了 死了 我们经验见他 三个八路军跳了全崖 怎么能确定他们真的死了 将军 我们以西上移民戏品的代价 即便摸清了情况 将军 他们跳跃后 尸体没有护上来 我们怀疑许地有千旅或者护卧旅 为了他们的情况 我们拍了我队底的视频 中岛 杀水 中岛是城市高潮 获得过世界城市大赛的亚军 但他下去后也没有护上来 可见 戏下的情况非常复杂 那三个八路军没有轻缓的可能 我这心里头啊 老实有点不踏实 就水底下那小鬼子 我得回去给他弄结实了 我把他飘起来 行 顺便再给哥儿几个抓几条鱼啊 行 去吧 去吧 去鱼安全啊 大河 大河 跟大河说 把那两鬼子的军装给拔下来 大河 顺便把小鬼子的军装给拔下来 快出了 白河那教授的事情 查明了吗 但是我可以断定 我们的内部混进了外人 这怎么可能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不用再讲 可能不可能的事情 好 昨天晚上 是你送宝哥拿回的房间吧 是 我和新方一起送他进的房间 进房呢 新方也回了房间 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异常 好 好 啊 这里便需要证诉了 再不忍 就会出事 总好就开始 调查 研究 取证 是 还有啊 要根据他们兵工厂的埋藏手则 通知我们的工兵队 马上搜查武器 是 请不吝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根据现在的时间 而且我想孔元应该跟陆达他们会合 如果日本人能相信孔元已经死了 那他至少 在我们离开火斗山之前 他是安全的 太好了 根据今天瓦格纳这个事情 我想日本人的防范会更加严密 以后我再换装出去的话 被发现的概率应该增加 这个绝对不行 这出去不是宿舍吗 如果没有别的办法 我想送死也是必要的 孔老师 谭厂长 出状况了 出什么状况了 前面有块岩石挖不动了 岩石 什么岩石 沉积岩 能绕过去吗 很大 很完整 绕不过去 得用火药炸 火药炸 那怎么行 这 这在日本怎么发现了嘛 厂长 我想 百刚说得对 我们只能用火药炸 这个 这会有震动和声音的呀 是啊 声音我们避免不了 震动也避免不了 所幸 我们就把声音和震动 把它动静搞大 把它制造成一场地震 这可行吗 你听我说 日本呢 是一个导国 多震动国家 只要一发生震动 它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地震 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火药的力度 还有方向要控制好 厂长 咱们冰工厂是不是有一对父子 是做炮筑的 有 老张和小张 老张呢 实验手榴弹的时候给炸死了 这个小张还在 我看资料的时候啊 说他们家有一个秘方 就是控制火药的方向 你像钻天猴还有滚地雷 都是他们家的绝火 是 是 是 招他们之后啊 就是看到他们这次绝火了 白刚 把小刀叫来来 好嘞 快去 这回 咱们就试一试他们家的绝火 好 是 是 是 路达 到 咱们手里的弹药还有多少 还有事发 我家有个手榴弹 不够受潮了 那个湖里有两点机枪 恐怕让我给捞着 这机枪 捞两点 连长一挺我一挺 这两挺机枪切开火 绝对够小鬼子喝一口的 恐怕就让我捞一挺 我是连长 我说了算 两挺都捞 光大哥 下级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得听恐怕的 大和 我是连长 军事指挥我说了算 军事指挥董妈 必须两挺都捞 两挺都捞 来 我这捞我们都瞪什么眼睛 看前面 走 小猫 你们俩 Amb你 有什么东西 这都捞了 我 有什么东西 都是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你 招一 来 来 叔叔有什么新鲜事 第一件 有一个士兵丢了一套金服 怎么丢的 洗完后 晾在了外面丢的 为什么不报告 他认为是被风刮走的 就是申请了一套 第二 我无意间抓住一只小鸟 小鸟 我在军狱里休息 它飞了进来 我以为太受伤了 但检查后发现 它并没有受伤 飞不起来 是它翅膀失去了平衡 将军 它的翅膀是被人故意剪短的 郑山君 是不是我们的人所为 一套大队 中队 反队 差过 不是咱们这士兵干的 比赛 昨天晚上我在港楼职办的时候 看见一个陌生的士兵 在大辽室下留打 这个人的身高 是不是和你一样 跟登山专座差不多 他一定是在我们中线里的 传我命令 马上启动通行口令 封锁军营和洞口 任何出入军营和洞口的 任何一个关卡 包括我在内 是 一定 要以口令方可通行 是 张君 那瓦工那和刑法呢 他们不知道咱们的口令 他们两个不值得信任 不通知他们 是 他们两个人的出行由你负责 是 是 报告 进来 将军 瓷水手卑队队长 涛统子 带这个女翻译 护送一把花花里的椅子 一到三里 等候将军接见 椅子留下 人不见 是 将军 他们说 必须告诉您怎么保养椅子 保养之事我比他们懂 是 稍等 你刚才说 说什么 一个女翻译 将军 我说的是 水水手卑队队长 炮统子 带着一个女翻译 请将军接接 请进来 是 我给您收到的都记住 记住 好 将军同意见你们 跟我走吧 好好好 来 下车 来 下车 来 下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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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尾将军 这个椰子 我们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您弄来的 啊 啊 こんにちは 这个椰子が見つけたのは大変でした 叔叔 失礼ですが お名前は何と 上海院です 上海院 いい名前ですね どちらで 日本語を勉強されたのか ドイツ ドイツで? 日本語 はい ドイツに旅行した時には もちろんドイツ語が一生懸命勉強しましたが 日本語の方も興味があって ですから両方ともできます ドイツ語の方がもっと上手かもしれません ドイツ語の方も高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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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めろ お嬢さん 失礼しました 分かりませんね あなたは なぜこのような つまらない男の通訳になったのか 肖根等の 実は私の家はこの散乱で めちゃくちゃになったのです 生きるのため 仕事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彼みたいな人 怒らせるにはいけない 申し訳ないが 私のために通訳を 引き受けてもらえないか どうして? あの 近くの家に 田舎へ帰ろ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やっぱり私 親子子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す そうですか 分かりました ではさようなら はい 障子 って 行きる よくない やっぱり 行き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先生 私の子は 退い 新家庭が大人 今の子だ 你一点赏钱都不给了呀 这是你分内的事情 没有赏钱 小姐 请了不 连长 公募到了 走 走吧 兄弟 你俩帮我打一个吧 干吗呢你们这是 打什么呀 连长 我从小就怕蛇 这个洞我不敢进 学伍 怎么会有蛇呢 我让大蛇逮的 绑了个蛇窝在那儿 我怕鬼子进去 行 没事 走吧 连长 我对天发誓 我这个人啊从小就怕蛇 吴达 我知道你怕 我也怕 可是一会儿 我要进去 你得跟我一块儿进去 你要知道吗 人最重要的 就是要克服自己最怕的事情 鬼子比蛇可怕了 连长 咱们也冲过来了吗 不是 连长 我不怕鬼子毒气 我就怕蛇 闭嘴 八路军主力团透联 准备之后 林学伍 报数 一 二 报告连长 特务连原有九十六人 阵防九十三人 现有战士两人 十道两人 报告完毕 三 那个 我 我玩儿 你要不嫌弃 加我一个 加我一个 行 管大鹤 在 找到 那 到 大点声 到 作为特务连连长 根据八路军战时紧急条例 就地批准你入伍 当令 入列 是 啥意思 快来 站一块儿 听好了 特务连全体战士听令 跟着我 穿过手窝 进入伍牧 出发 走 去吧 住手 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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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来了 来了 人家好 下路走 人拿过去 快点路走 来 人家好过来 什么问题 人家好 湘海英三 酱油我多做 谢谢 向小姐 什么条件可以让您留下来 为我做翻译 将军 同学同事都可以给您介绍 不 我是问你 什么条件 可以让您留下来 为我做翻译 那恐怕将军要花 双倍的薪酬给我 成巧 只要你翻译得好 我可以付你 三倍的薪酬 将军 还有一件事情 您得 跟这个炮筒子队长说清楚 否则我害怕他以后找我的麻烦 他是为皇军服务的 不用怕他 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 将军 你这么做不对 我那费了劲给你送椅子 你不但不给伤金 你还把他给留下来 那么皇军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这个人 你不打死 你不打死 你吃你下动的时候 你打不过人 你管谁啊 将军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他真的是五十五世家 所以他反应很快 爆发力也很强 这就是 他为什么叫炮筒子的原因 而且他真的是 打遍南北无敌手 将军 这个人交给我怎么样 我想跟他切磋切磋 没事吧 请您相信我的心理 如果不适合他 他回去后 也不会好好为皇军效力 必要的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也不担心 中国人 不自动性侵略 是 雷古总 说 说什么呢 说什么 反应一下 反应 下小姐 请 对不起 小姐 我刚才的话 没有侮辱您的意思 我是指 战争期间 没有礼貌可加 将军多虑了 在这乱世之秋 我不关心打打杀杀 我只想着 怎么样才能挣多一点钱 好照顾我的家人 如果中国人 都像像小姐这样 爱好和平的话 我想就没有战争了 可是我不明白 将军 您需要我翻译什么呢 我先给您 安排住处 休息一下 随后再告诉您 嗨 我说 你这是送我到哪里去啊 送出去一个好地方 你可千万别让我跟那些 冰箱厂的人 或者是八路军在一起啊 为何 他们最恨我这种汉奸了 你要是把我送过去 他们一定会把我打死的 我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 你不是说我打不够人吗 我会把你慢慢打死 我可是效忠皇军的 你不送我回去 我那些兄弟咋办 怎么办 是吧 慢点慢点 你要不要车坏了 你 你醒了就是 你 你 这 这 浩总子 你再次等着 有时间的时候 我会来跟陆切磋 看看陆九十和五十六道 谁敢上一球 你这切磋 你现在就切磋吧你 这话 这包衣服管这儿呢你看 这 这 我还要不够人 你不够人 我看了 你不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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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先生,我的先生,你能不能再拒絕了 我不是我的计算了,我肯定是我的老闆 我的先生,你肯定是肯定的 我肯定是想到我身边的冲 我拒絕了,你得了,我肯定是发生的 他在我唯一人知道 你认为你去拒问他吗 我肯定是我们的标准了 我送你 小心 怎么样 也好嘞 你过来 姐哥 这回咱们爆破呢 一定要定向爆破 不能向上 只能向下 而且声音呢 不能响 不能脆 要像滚雷的那种声音 闷闷的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有伤亡 一旦有伤亡 日本人就会发现 我们的计划 就全都失败 能做到吗 我爹也做过定向爆破 我是给他打瞎售你嘛 自己没有做过 不好说 小子 是你们家的绝活呀 一定要做好 你听我说 你只管大胆地做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我们共同来承担 好 有些伤亡 走 有些什么事 这个是小子 请个人 客人在什么地方 就在面外 新房小姐 请你把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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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房小姐 怎么了 我在想 哪来的一位 这么漂亮的小姐 由彭子远返来 不宜悦后 我请大家喝咖啡 就在这儿 连长 你看 你看那个树洞跑了吗 空的时候他们将从这个电话下来 带劲儿 看来我哥这次是要玩大的了 你哥让我给你涉 怎么啦 连长 小时候我打架还揍 都是我哥就 怎么样 你哥小时候没挨过走 还真没有 你说这是为什么 比你聪明 可我又不笨哪 那你问我 我哪知道你们小时候的事啊 大鹤 我哥还找到别的了吗 就说让等信 怎么办 那就等吧 好 我去吧 咖啡令人兴奋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 总理 怎么样了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瓦格纳先生 新芳小姐 这位是我新青睐的翻译 名叫向海音 海音小姐 这位是瓦格纳先生 这位是新芳小姐 瓦格纳教授好 你好 我的名字叫 向海音 很荣幸被评为 横委阔将军的翻译 请多多关照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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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一个评论 是什么在这里的事 我想尽快地弄清楚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瓦格纳先生 这事真的是非常蹊跷 今天早上 在等你吃早餐的时候 有人说你被绑架了 这一眼 他是说现在这个山里 已经被您占领 怎么还会有八路军 进山的时候 没跟瓦格纳介绍山里的情况吗 当时在凤凰波接瓦格纳教授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 你在处理山里 八路军的事情 是 新方小姐 那就是您 未如实翻译 为什么 当时的情况 如果无如实翻译的话 瓦格纳就根本不进山 何谷将军 我觉得您应该感谢我才对 要是 瓦格纳教授 山里确实有两名 逃跑的八路军 但是 不会构成安全威胁 而是 在这个火头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上的两个人 但是他们没有优优独播剧场 如果他们没有优优独播剧场 为什么他们会被引起来 如果不够危险 我又怎么会被绑架 教授 我敢断定 不是巴洛军绑架的你 总裁是很确定 那是不够的八个级统优独播剧场上的 由于他们被引起来 那是 那是谁 事情非常複雜 还需要您的协助调查 您能不能记得 这书绑架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还没有记得到 我还没有记得到 有人来到我的门 我说英语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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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了什么事 然后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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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 当时他在睡觉 有一个男人来敲门 说是腾山 他把门开开 就在开门的一瞬间 他发现自己一定是错的 因为腾山根本就不会得语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被袭击了 被一拳打倒 之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说得语 你确定是男生吗 是确定是男人吗 那是男人 我认识呢 我认识 但舒适 我认识 正在 我心中的想法 你怎么会发现 你怎么会发现 我身体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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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所有的关系都非常弱 很痛 他悲惊他会被拒绊在什么地方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 总统 我还不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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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再知道 我还不再知道 我身体悲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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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身体悲惊 将军 我想这个时候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们在合同当中有一项 签得非常明白 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如果不能保证的话 我就要马上离开你 巴格纳教授 我可以向你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发生 类似的事情 同时我要提醒你啊 你要想摆脱这样的局面 就要加快 研制神经性器械的步伐 这样我们可以 切大欢喜 如果我现在就要离开呢 我会让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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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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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 从明天开始 给我提供人体表本 在试验成功以后 我将安全地离开 以后 会定 完成了 我将在我的房间 我将回到我的房间 他现在回无休息 喂 马格纳教授 我还有一件东西要送给你 抬过来 马格纳先生 我说话算数 你要的这把价值连城的椅子 我已经给你五色道了 谢谢 把这把椅子送到 到瓦格纳先生的房间 可以 先来尹小姐 今天信放小姐在饭饮上 有没有 偷工前料的地方 没有 好 我看他见到你 有些紧张 将军 所有的翻译见到我 都会紧张 因为我翻译的 比他们都好 好 回去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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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今天没有叫我们放风 说明他们开始查瓦格纳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今天我见不到孔元了 你跟他们 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 我叫他们苏杨在地道口 我得告诉他们 我怕爆炸岩石的时候 沐血会塌 坦塌的可能性有多大 沐血年代久远 不好估计 这样 他们还不放风的话 我去跟他们交赏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是我们最难熬的时间 孔老师 你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 跟着你 我们有信心 厂长 好 桃李的计划 还有内容你都知道 我是说万一 万一 我要有什么状况 你一定要带领大家 坚持干下去 孔老师 包快的 1 1 2 2 2 1 2 2 2 快喝酒 今天没来二碗炉糖 嗯 大哥 你在外面钉着点 老师 今天有肉汤喝 肉汤 尝尝 今天过节吗 不过节 日本人以前 给你们喝过这个 这种汤吗 没有 这个汤有问题 那我去通知他们不要喝了 不用了 现在通知已经来不及了 肯定有很多人都已经喝了 他们肯定是往里下药了 但是不至于是毒药 如果日本人想害死我们 不用这么饶 我想他们放的 无外乎也就是安定之类的药 想等我们睡着了之后 对这里进行清查 那怎么办呢 这样 长长 今天爆破呢照常进行 但是要等到日本人清查完了之后 你现在通知小张 不要喝这个汤 那小张要是喝了怎么办 要是喝了 就让他喝吧 但是在他睡之前 让他告诉我 咱们使用火药 他要是喝了 我让他做出来 不用 衡委阔好不容易给了我们点肉汤 我们还得攒点劲 靠了他逃离虎头山 我打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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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吗 我来干吗 你不知道 我们是来救人的 希望你不要破坏 我要诚心破坏的话 你现在还能喘气 我希望我们是朋友 朋友 你对你的朋友都会绑架 回家催眠吗 打击当前迫不得已维持 希望你谅解 从现在开始 你得听我指派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你得替我办事听你的话 否则一枚命难保 我这趟来 已是完成任务 二就是为了救你们这些冒事故 我们得好好沟通一下 行啊 今天晚上敷完很尾阔的宴 你在房间去喝茶等我 记得不喜欢太浓的 记得不喜欢太浓的 宝兰 我都把炸药埋后来 到时候 你就把这个印心一垫 就行了 小炸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炸药是往后炸 我们以前做一千个窜天猴 也就一两个往下钻 那你现在设计的这个炸药上 窜天猴的原理 你怎么了 做事有点头沉 那你回去休息吧 要不我把肉烫都吐出来 不用 你要珍惜人间的每一顿饭 好 走 出镜头 来吧 出镜头 啊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向海音小姐 沁方小姐 你们都是学习外语的 我不知道你们对古典诗词 是否有研读啊 一支一二 一支一二 向海音小姐 你能读一首你最喜欢的诗 让我们下酒吗 秦时明月 汉时观 万里长征 人未缓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 渡英山 为英雄乞丐 只得干一杯 葡萄美酒 夜光杯 玉影琵琶 马上催 醉卧沙场 君莫笑 古来征战 几人回 也为英雄乞丐 干一杯 二伯小姐 待到战争结束之后 你们的名字 都应该写在 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实册上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用在这儿 虎头山上 饮尸饮酒 将军说得真好 让我们去举杯 五体 为早日加速将军 干杯 有情况 什么情况 快说 我看见外面 有一个鬼子的大官 在喝酒 还有你嫂子 完了 还有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 你看清楚了吗 连长 这是个机会 玩大官了 等等 连五哥的命 都能吃女王头 连长 孔老师不一定知道 这大官会晚上出去喝酒 你要不然就要老了出去 把他给崩了 崩了他鬼子可能就垮了 去去去去 怎么样 等等 垮得了吗 我绝对未必保 当时我被抓起来的时候 你和陆达垮了吗 不还在打游击吗 也 也是啊 而且跟鬼子交手这么多次了 他们好像没那么容易垮 再说这孔老师不让咱们动手 要不然就是这大官他不该杀 要不然就是杀才没用 所以咱们不能莽撞 一定要等他命 那我接着直板吧 天哪 你下来 休息会儿 我去 所以艺术没有国际 诗歌才可以插上翅膀 飞跃千山万首 有时候我常想啊 如果欧洲的国家联成一片 亚洲的国家联成一片 非洲 美洲的国家联成一片 没有那么多国家 就是三五个国家 还有联盟 那样 会少了很多的分歧 会给人类造很多的福 将军 将军说得好 让我们再干一杯 将军 时间不早后 今天晚上 是否到此结束 好 那我们就改天再邀明月 殷尸下酒 好 不好意思 有点喝多了 你们先回去吧 我到周围走走 散散酒气 小雪 现在中营 学行恐龄通行 我安排一个通讯民 在东口等你 谢谢 老孙 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嫂子 我们能杀了那鬼子头吗 不行 唐魏阔如果死了 我们谁都跑不了了 我放号团铺的意思 是救人 不是杀人 你们要服从命令 是 前一段时间 我们回了你家 探望了老父亲 他身体很好 就是惦念你 嫂子 谢谢你 你们保重 我要走了 要不然他们会怀疑我的 保重 好的 嫂子 嫂子 你也保重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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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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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我新青睐的翻译 我的名字叫 向海一 新房小姐 怎么了 我在想 哪来的一位这么漂亮的小姐 又彭子远翻来 不亦越后 他是说 这个山头已经被您占领 怎么还会有八路军 那就是您美如实翻译 为啥 你的箱子不是黄花梨的 而是普通的红木 昨天你在撒话 从现在开始 你得听我指派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你得替我办事听你的话 否则 你没命难吧 你得看你 请点人数 搜查行李 查看科业物品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群羊里边藏着一只狼 今天晚上严加看守 明天我定会让他现行的 是 明天我认识我认识你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给你口令说明他们聪明 别把所有的人都想成傻瓜好吗 没放安眠药吧 说上你的计划吧 现在不是要说我的计划 而是我想听听你的情况 照目前来看 你伪装我 伪装得还不错 没有露出任何的蛛丝马迹 但是他们没有给我口令 会不会已经怀疑我了 都说了不是怀疑 只是防备 他们也没有给瓦格纳口令 给我只是因为他们觉得 我不构成威胁 我进展的时候带了一个大箱子 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无奈之下 我只能说我是没机关的人 来这儿是为了内部调查 躲过一劫 你还真有点倒行 你的意思是 真正的姓芳 确实是没机关的间谍 你也是冒充的 对 附老师 明天早晨 很委阔似乎有什么行动啊 我们不要担心 无法预料的事情 好 今天咱们先把爆破的问题解决了 明天的事情咱们见机行事 那你看 什么时候行动呢 稍微晚一点 等他们熟睡以后 如果现在行动的话 他们很清醒 会瞒不住他们 孔老师 谭厂长 我觉得还尚我来吧 万一出什么事 你们还可以继续战斗 你们都在日本人的名册上 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都是麻烦 这个事只有我来干 好吧 自从珍珠港被偷袭之后 日本军军部 对下面很多部队都加强了秘密监控 生怕再有任何的事端 而恒委阔就是化学武器战的倡导者 日本军一方面想仰仗他的势力 研究化学武器 另一方面又怕对化学武器失去控制 所以呢 就派了很多的间谍秘密监控 你是怎么冒充信方的 珍珍的信方 上船之后被我们的人控制 而我就冒充他上岸 谁知道 还有第三个信方等着我 你冒充信方的目的是什么 杀掉恒委阔和化学专家瓦格纳 杀人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但可以解除当下很多的危机 我们的任务是救人 我希望在我们救人之前 你先不要动手 否则的话 我们谁都离不开这个山洞 在我们军统的信条里 我们只管完成任务 至于怎么样撤离 不在任务范畴之内 你好像已经背叛了你们的信条 要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白眼三根地 跑到这儿来跟我说废话 你还真是个不错的心理学专家 谢谢郭尔教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你能够帮助我们 我一直在帮助你们 而且我现在要救的 就是你的命 我 对 按照原定计划 我必须在明天之前完成任务 否则到了后天 我也会露心儿 你的意思是 后天 信方就会露馅儿 对 因为现在你就是我 为什么 你以为梅机关派出一个间谍 就会听之认之吗 按照我们捷获的信息 信方将在这个地方 第一次跟他们的组织接头 时间就在后天 你的意思是 梅机关 会派人过来跟信方接头 后天会有个陆军巡察员 到这里来巡察 实际上他也是梅机关的间谍 而他会跟信方接头交换情报 他认识信方对吗 当然 所以我的计划 必须在明天之前完成暗杀 要不然你我都会有问题 那你逃离的方法是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没有逃离方案 我只有一颗速死药 别这么看着我 现在面临速死的是你 不是我 或者我想一想 要不要把这颗药送给你 我才不要死呢 我要好好地活着 跟日本人打交道 很有可能让你生不如死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不用死 那就是 让这个街头的人看不到我 对 就让他看不到我 否则不是你死 就是他死 一定是他死 这么自信 因为 我在小概率事件的模式当中 我没有那么容易死 在这个时候 吹牛是救不了你的命的 你要不想暴露 唯一的方法就是 在他下凤凰山之后 进洞之前把他干掉 否则如果他进了洞 神仙也救不了我们 这件事 我得跟孔芳商量一下 对了 孔芳在哪儿 我能信任你吗 你可以不用信任我 不过倒霉的一定是你 好 我信任你 孔芳现在跟冰工厂的人在一起 他们的计划是 打通通道 他可以带冰工厂的人一起撤离这里 你 时间可以了吧 差不多了 你们可以出去了 孔老师 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 厂长 我们还要一起走出谱头山子 好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真是敢想敢做 现在有了你 我们的希望就更大了 不光是我 不光是我 还有孙哥亮 他也来了 他现在的身份是一个伪军头目 叫炮筒子 我让他故意激怒日本人 这样日本人会把他关起来 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 他能够跟冰工厂的人关在一起 但不知道我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奏效 你这样做是为什么 在我们截获的资料里头有一条 很委阔的副官 腾山是一个武术高手 自从他来到中国以后 他只要有机会就会找人比武 而且从来没有使过手 你的意思是 让孙国亮跟腾山比武 你深懂我心 那万一 真的激怒了鬼子 把孙国亮给杀了可怎么办呢 那只能算他为国尽忠了